几天以前呢 黄山市有一个高二学生王某 跳楼身亡才16岁的孩子 在他咨询短见的那个早上的一次 陈讯里面呢 根据警方通报啊 学生处主任方某呢 是发现了这个孩子在校 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 主席台边的这个阶梯上 面对学生队伍站立 时间约三四十分钟 直至陈讯会结束 警方呢会把这段情节 放在通报里面虽然没有名言呢 但是自然呢 也是把他当作了死者自呛的 重要诱因来考虑的 其实我们都大可回忆一下 在我们还是个小学生 中学生的时候呢 我们在学校里面都遭遇过 或者看到别的同学 遭遇过多少类似的管教啊 在教室后或者教室外伐站 那是最轻的 因为呢同学们不会直接看着你吗 那么在教室前面伐站 让全班同学看着你来上课 这个是一个升级版 还有一种长期的措施呢 是把坏学生啊 让他把座位 搬到老师的讲台旁边 面对着全班同学 一座座几个月一个学期 那么呢 在全校大会的时候 拉上主席台 适中就是终极试炼了 上多几次 全校同学都认得你 那么这些纪律措施 都有个什么共同点呢 那就是羞辱 全都是羞辱 这就是一整套的羞辱式管教 请大家都认真地思考一下 孩子 青少年的心智 是多么的纤细易碎啊 孩提时候 心底埋下的一颗种子 或好或坏 长大以后呢 它总归会结出一颗 来自过往经历的果实的 当中或是金玉 或是败叙 而在具体的每一天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如何对待 我们的孩子学生 那是一样 随时都可能会影响到 他未来整个人生的大事啊 但是看看我们的校园教育 羞辱式管教 比比皆是 凭什么啊 那就是因为 这一套有效果啊 老师们管理起来 方便啊 中国的社会文化呢 我们是有浓厚的 耻感文化的留存啊 意思呢是 我们会更加在意 外界对我们的看法 所以呢 羞耻感向来 都是一颗杀伤力巨大的子弹 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丢脸 在全校学生面前丢人 太有效果了 而为什么会有效果呢 那就是因为 他足够伤害人 可是 学校教育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是为了有效管理吗 当然不是啊 教师的天职 他从来都是育人 而非让自己的管理 稍微方便点 轻松点啊 其实回过头来 看看我们每个人周遭的日常 类似的逻辑 事实上远不止在学校啊 就例如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 中国的父母们 长期以来 最喜欢夸赞孩子些什么啊 乖真听话 可是乖听话 这些东西对孩子本身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功能吗 并没有啊 听话只有对父母有意义 因为这样好管理好管教 可是呢 等到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 又会有人批评 他们千人一面 没有个性 没有担当 而最最糟糕的 那自然还是 还没来得及 长大悲剧 记忆发生 就好像对于这次的 这个老师来说啊 那是一个承担 多少责任的问题 但是呢 对于这个孩子的人生而言 那是已经再也 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就在前方的东西 然后把手上的材料 对上来 受重点 一个承担 跌外来 边不是 维有的 接着 大利 伍